有粉丝在评论区问我怎么打提莫 哦 原来是我自己问的呀 那没事了兄弟们 就这个屌英雄啊 是真恶心 对线没事扎你一下 Q你一下 你要追他他就直接往脚底下放蘑菇 就跟他对线太折磨了 终于在我不断尝试之后 我发现一个英雄 这个英雄是真的好打提莫 甚至可以说跟提莫失灵开 我先不说是哪个英雄 大家先来猜一下 提示一下 这个英雄的Q技能是控制 打不久技能是用嘴攻击 一技能有高额伤害并且附带减速 大招可以让体型变大 都猜到了吧 没错 这个英雄就是大虫子 没错 就是他 天赋带 虫刃和神经速略 还有欠钱 其他的随便贬任就可以了 打题目的第一点 KG什么事不用干 直奔这个前半这个头虫里 就一定要比他先快打这个头虫里 然后学Q 他要进来咱们开Q直接跑 这样就可以避免一级被压出经验区 一个Q吃三个兵 哎 舒服 前期能闻到经验就是稳赚 就是我兵的步步就在那闻经验 他要往前站你就直接往后撤 就经验都不要了 前期超级猥琐 就咱们一定要记得 小时候你欺负我 长大我干死你 就只要咱们前三截赚得很好 他自己就得死 打题目第二点 千万不要补远程兵 就光补金战兵 他如果在你补金战兵的时候消耗你 可能会被他打 但是如果你要去补远程兵的话 他就可以无伤消耗你 有人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不用技能清兵顺便打他 这个是因为咱们大虫的前期很缺蓝 你放一套技能大概半管蓝就没了 这里咱们蓝够斜够 生死你谁给他干什么 就直接摊牌了不装了 Q中开意谁也挠他 你妈比我一个什么 跟你脸给多了 老毕灯 就是咱们前期一定要给提目一个假象 就是咱们垃圾打不过他 实际上只要咱们想他就得死 前提是不要乱丢技能 要留足够的蓝 这提目还敢继续压 他肯定觉得上波生出意外 先把兵吃了 直接中Q 神随加速 等质帮结束 再开机扎了三下 没技能了 先进巢卡波视野 技能好直接中Q 打不过火一下再死掉 就现在很多人不了解大虫子的伤害 认为大虫子是个笨笔蛋子 就是利用他看不起大虫子一点 然后杀死他一两次 等他回过神来 就已经晚了 然后剩下了就很好打了 没事就中Q 打不消耗下再走 现在已经不缺蓝了 就这样来回两波 第三波他就死了 这里他又吃了我一个PUW 他这个血已经可以秒了 即闪现开夜 W火一下一大招咬死 这波其实可以等个边境打再越 还可以省个闪现 但是没必要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 这边打野一直来怎么办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这边打野来了 只要不超过四次 他就打不过你 打提莫第三点 回家直接掏两个真眼 现在提莫知道猥琐了 不和你打了 所以咱们要故意找茬 就当他面吃他蘑菇 就直接把真眼插到他脸上 90%的提莫都会上来点你 提莫生气了 提莫上来拆眼了 提莫被击飞了 提莫死了 真的就是知道 女士不爽知道吧 打提莫第四点 学后蹲草 就是当老六 先插个真眼看有没有视野 然后插完魔果假装走 插完魔果之后会有视野 给他个假视野 然后绕回来 这个提莫现在肯定觉得咱走了 不急啊 先等一下大罗cd 直接中休 开夜 打不着火一下 夜 再一下 本来要省个点火的 什么了 接电火大罗咬死 就很简单 就这招打提莫也是屡试不爽 就只要咱们Q中了他就死了 就回到现场 突然的泳霜 提莫基本随便打了 就咱们的Q和W和泳霜 只要中一个技能他就得死了 然后估计从事 把真眼插到他脸上 然后假装Q歪 然后假装跑 突然回头有泳霜定住 W好一下 开夜 追着扎塔 Q好了再Q 给大罗cd 咬死 就是你刚上线 很少人会看你的装备 他不知道我出完泳霜了 然后还是清门兵线 哎就忘了一蹲 然后拿着个睁眼当右耳 这个停泊现在学聪明了 不上钩了 就直接不过来清兵了 但是没啥用啊 等他放声警惕 接中Q 泳霜 W春暮 黑夜 大罗咬死 依旧是一套经典男招 对面的活得很舒服 那我肯定不能忍 直接Q中泳霜 三下W 一二直接咬死 看着A帝一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有的人可能会说法虫打团没用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虫子的Q和W A帝打团只要吃了一个 就多有可能会死 而且法虫有个特别爽的地方 就是 人终有一死 而有些人 则需要有个小小王猪 就顺风随便杀 就算是逆风 你也能一套 白对面的大跌秒 虫人大虫 咱现在一般在3000左右 只要Q都准 对面就直接被一套剪死 如果是顺风局的话 技能基本不需要命中 就只要大招中了就可以 就开个大 就算你死了 对面也必须有一个死血 就非常简单 唯一的要求就是你Q都准 这把也是成功拿下 喜欢的鱼燕点个赞吧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